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快來到季內第三次日賽 星期日生田繼續八草兩泥跑馬 特別賽事入面 3T有過千萬多寶累積 六橫彩六寶獎有700多萬 提提你啦,董明朗和湯普申跑了星期日停賽 他兩個今季都未開齋贏馬,戰意就不用懷疑 另外,氣玉是1400米G3慶典杯 標誌著今季分級賽賽期展開 贏過慶典杯的退役三屆馬王金槍60 到時將在第五場賽後兩雙馬場 接受馬迷對他最後的歡呼 說起慶典杯,羅夫傳可以說是最佳代言人 事實他在近三季慶典杯賽日都有馬贏 相規憑著健康愉快捧杯 並且全日起碼做主角 禮拜日他以同一匹馬打衛免戰 另外安排天天灑落 明亮天下,聖托尼里這批實力馬配合出擊 一旦時來運到,隨時吃過大三元或大四起 其中天天灑落,相規五月出道 跑落都見到慢慢有進步 結果全季三次上陣拿到兩個第三 今季所見這匹側身馬試襲走勢幾好 羅夫傳繼續給他在千二米上陣 看來他都有信心天天灑落會在這個路程出頭 另外有件事要提提大家 羅購除了一對高巴馬海旋時光 健康愉快用蔡明紹 禮拜日其餘六隻馬都用不同的騎士 幾有一種所謂找對人騎的感覺 當眾包括同場跑三班千六米的明亮天下 美麗在線 分別由布文和梁家俊拆騎 明亮天下這次屬於馬房出賽的第一選擇 本身上季以自購馬身份出道 初出即贏千二米 之後一直跑到上二千米 總共七次上陣拿到一V三匹 其中入Q一次正正就是跑千六米 頭馬是首到再來 賽事水準確定不差 這次搞到報民手上 相信會很有競爭力 開季兩次沙田賽事 總共有五匹在暑期減四分的馬勝出 數據都很突出值得大家關注 當眾有你有我 賓妙星、添喜運和勁先生 都在埋滿試襲跑入前列 然後出賽就變身爆爛開戶 令到幕後部署得到理想的效果 無獨有偶 星期日其中三匹出賽未勝馬 超音速、自由奔騰和客家之光 都在暑期減了四分 形勢比之前好不少 當眾超音速和客家之光 今期都有王牌 分別跑四班一千米直路賽 和泥地一里 這對減四分馬 賣滿都試過重化草雜 結果分別一放到底 和後上跑第二 都是屬於賽前試襲的靚馬 剛好分別訓練超音速和客家之光的 廖康銘和沈澤成 都是今年的開季急先鋒 尤其是攻勢很猛烈的廖康銘 所以今次就更加要重視這兩路人馬 有動物就周伏夜出 日頭不見得光 潘頓就調回頭 專後日賽大舉搏殺 你看開季頭兩次田戰 他都四圈就知道了 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他不用多久就可以打破偉達的頭馬紀錄 再看回潘帝對上兩個禮拜日所贏的馬 當中上市魅力 何好運 起步為家 都分別在香港取得第一場勝仗 反映他的騎攻幫助助騎不少 禮拜日有都靈星球和勇霸龍都要靠他開齋 其中都靈星球 上歸由千二米起步 跑到七月頭那場 在千四米軍速前置 回來跑第五輸給頭馬 一定美麗兩個半馬位 表現可以說有顯著的進步 這次不憑置安排他家程跑千六米 找潘帝幫手 整個部署充滿正能量 幕後取勝決心 看來真是幾大 養馬費不便宜 馬主心態贏得盡贏 於是乎今期就見到有潮州精神 怪獸豪俠和上市魅力 贏完無奈就趕快成勝追擊 文家良還要獨佔其中兩者 即是潮州精神和怪獸豪俠 反應他都明白搶食世界生存之道 怪獸豪俠在9月11日 由潘明輝靠放贏五班谷草千二米 賽後加8分 今次改跑來地一里 未必升班 原本就要揹重磅 改配黃保尼減10磅 就沒有了這個煩惱 哪都實際只是揹多上次兩磅跑 怪獸豪俠分分鐘可以成為今季首匹連接馬 另一方面 養傷多時的四節糧區氣勢 將會在星期日復出 本身上季出道五次上陣 拿到四冠一啞 當中包括兩次 跑贏應界最佳短途馬加應高勝 氣勢的賽職絕對不簡單 好不幸他在今年的1月21日贏完之後 第二天就出現右前腿不良於行 其後右邊膝頭哥要做手術而除碎骨 從此就進入九休不能夠出賽的黑暗日子 蔡若翰等到四月 安排氣勢不想重化 氣勢之後慢慢恢復操練 直到目前為止試過四次大集有草有泥 其中三次都是第一名衝線 反應他的健康情況和狀態已經重拾正軌 最值得注意的是9月13日那課千二位草集 氣勢在巴道跨下跑來有前有後 完全當其他晚無道 禮拜日九休復出充滿新鮮感 這匹四歲精英有潘帝壓陣 絕對可以在大賽日重振升威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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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尋找降下來 很害怕 真的 真正